再來看到台北有一名特斯拉的車主 他則說被擦撞了 但對方卻肇事逃逸 儘管特斯拉有多個鏡頭 隨時可以監控 不過就差了一點 他沒有插上USB 老實的畫面 沒有辦法自動儲存 也荷包失血 因為他仔細看這個路口 沒有加裝其他的監視器畫面 等於說找不到 照射的車主在哪 維修費恐怕破10萬 卻求償無門 結果沒有想到變成了這樣 這個行星一把 抓住了他的大腿不放 就這樣子僵持拉扯了有幾十秒 行星過程中還企圖 張口要咬這個男子 最後是好不容易之下 在旁人的幫助之下 他才終於脫困 再來看到有民眾拍下了一個照片 是一棟公寓的背面 他說居然看到了好奇怪 是沒有連接任何樓梯的門在這邊 他也很擔心 要是內部的人一打開門 沒有任何的樓梯 可能會直接墜落 讓人好奇說 這些門的用途到底是什麼 而對此有網友 也解答 說可能原本後面有連接其他的建築物 後來建築物拆掉了 才導致出現這些沒有用途的懸空門 再來看到 則是美國月潭天后布蘭妮 三度成為人妻 和小時候二歲的男友 在加州豪宅內完婚 他卻有邀請少數的好友 不過到場的包含像是 瑪丹娜 Selena Gomez還有Paris Hilton等等巨星 也讓現場星光熠翼 再來看到國民黨前發言人張榮公去年二月帶自家的狗狗散步 不過遭到鄰居女子沒有慶上千層的狼犬來攻擊她 造成她全身有20多處的撕裂傷 一省原本判定鄰居女子拘役55天 不過她不滿提出了上訴 反告張榮公夫妻 而在此二省的法官則認為 這個鄰居女子態度依然不好 加重判刑三個月 得一顆罰金9萬塊 再來看到現在兩岸很敏感的時機 藝人她們的立場也受到了關注 有網友最近發現 對岸販賣的一款是台灣風味的高粱 不過請到的代言人是誰呢 立場很親中的黃安 讓網友笑說一看就知道 應該不是真正的台灣貨 歡迎收看上午10點新聞 我是張家如 首先要關心是屏東有一名 就讀國中14歲的少女 確診居家隔離 不過到了昨天早上 她突然昏迷 而且之前說喘不過氣 救護人員趕到現場的時候 發現她已經失去了呼吸心跳 緊急送醫仍然不治 有鄰居指稱 這個少女一次有糖尿病 而醫生在表示 大部分的新冠重症 多半有心臟病 糖尿病等等的慢性疾病 而現在新冠肺炎的死亡率 也引起了外界關注 內政部也公布了 今年5月的戶口統計資料 其中台大國發所的教授實言 今年5月份確診死亡數是1300例 從內政部公布的資料 可以看到死亡統計 如果扣除掉了 包含自然老化等等的因素 和前年相比 超額死亡超過了4000人 也等於超額死亡的數字 創下新高 而另外再來看到總統蔡英文 第三度受邀 葛本哈根民主高峰會 透過了視訊發表演說 而另外就是歌手陳芳宇 她也受邀參加峰會 而且就在會上來演唱歌曲《玻璃心》 首先的關心在桃園高鐵站 旁邊停車場 驚傳有一對夫妻 被發現成是在 休旅車的後車廂 而且其中這一名妻子 她懷有五個月大的龍鳳胎 等於是兩失四命 而根據警方的初步調查 死者夫妻和嫌犯 他們都是泰國籍的身份 一起在新北土城 開了一家移工仲介公司 但雙方一次有金錢糾紛 就引發了殺機 而且嫌犯在丟棄遺體的時候 還三度回頭望 甚至辭職了家屬再尋人 他就冷血地回說 去桃園青浦來找 而且證明嫌犯已經出境 逃到了泰國 刑事局也聯絡當地警方 要來協助氣凶 我們也持續來追蹤 桃園高鐵站的周遭 爆出了這一起凶殺命案 尤其女死者的肚子裡面 還有一對龍鳳胎 而目前警方最新的 偵辦狀況如何 交給記者洪詩琴 再來關心就是疫情的發展 目前全球的新冠疫情 還沒有結束 結果呢 現在又來了 Armocron 5.0的大魔王出現 重症醫師黃勳也在臉書上警告 看看歐美國家目前的例子 像說在英格蘭BA5的病例 以十倍的驚人速度 在英國增長當中 原本大家已經以厚望 是有好消息 莫德納研發出了次世代疫苗 不過根據初步的數據卻顯示 這一款疫苗對於BA4還有BA5 等亞變種病毒保護力有限 日本則是在昨天正式開放了 外國團客可以到日本旅遊 不過國人如果想要到日本旅遊玩的話 出國回來檢疫還是維持7加7 所以也大大降低了意願 而另外政府則是嚴拟 這個縮短商務人士來到臺灣 入境臺灣是3加4的居家田義期限 希望可以讓更多的商務人士來到臺灣 而詳細的內容最近就會對外公佈 國際關出了焦點 香格里拉對話在新加坡登場 這一次是從美中競爭關係升溫以來 美中房長首次會面 美日中也把敏感的議題搬上台面 因此全面攤牌的機率也上升 今天上午10點鐘最關注的新聞重點 首先來看由於對夫妻被發現 城市在桃園高鐵站旁邊的停車場 死者夫婦和嫌犯三個人都是泰國籍 而嫌犯已經出境逃往泰國 政府嚴拟縮短商務人士入境 臺灣的天數為3加4 詳細的內容近期就會對外宣布 另外兒童確診之後引發了Miss Z的案例 專家也表示如果兒童確診之後 妙醫變成了紅色 甚至像可樂一般的黑色 家長就一定要多加留意 純粹說先公布了最新的醫療資源狀況 在南區病房的空床率跌到了三成 已經要求了整體南區的專子病房 還要再加開 再來關心是台北西門町的萬年大樓前面 有兩名男子因為賣包包引發了糾紛 而警方追查發現 其中有一個人還是通緝犯 他以代購包包的名義 盜殺被害人信用卡 而在4月的時候也有民眾受騙 被盜殺了有100多萬